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今天为大家讲解金田一少年事件部 传说旧校舍生物教室里会出现上吊自杀的尸体 后来教室们便被牢牢的上了锁 这就是不动高校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 据说弄清楚最后一个会被住在旧校舍名为放学后的魔术师杀掉 这时女主美雪找到了男主金田一 然后把作业还给她 美雪是学霸,金田一是学渣 不过两人竟然是青梅竹马 金田一总是拜托美雪帮她做功课 美雪这回可不要再帮她了 突然英树学长把作业拿走 答应帮金田一做 不过条件是要求金田一解开高校七大不可思议之谜 英树是神秘现象学研究会会长 金田一和美雪来到研究社 这里的氛围都怪怪的 不太友善的直币城 最近获得了推理小说大奖 看起来狗腿却讨厌直币的尾上 总是在录影的啄目 和有严重洁癖需要戴手套的阴导 桌上摆了一些扑克牌和火柴 这是英树的暗号 其他社员都苦恼了许久 金田一一看几眼 便马上解开了 调好位置就是黄金周的日历 也就是说活动会在黄金周里展开 英树拍手较好 说金田一果然是名侦探金田一根柱的孙子 IQ180的天才 接下来英树主持会议 放学后的魔术师寄来一封恐吓性 威胁校长要是拆除就销舍 第七个诅咒就会显灵 那就由他们来解开这所有的谜团 由于之前有一些学生失踪的事件 一旁的社团顾问兼物理老师得场 懦弱地表示发生任何意外 一概与他无关 离开前 英树告诉金田一 他找到了十年前神秘现象研究会的会刊 里面或许有什么线索 另外英树会对直壁那么冷当的原因是 他早就知道小说不是直壁写的 而是阴导 这一切也被录了下来 晚上英树独自一人待在研究社里 似乎大致推理出来了 突然一阵地震 地震结束后 英树忽然恍然大悟解开谜团 他致电让金田一现在来学校 还浑然不知背后的危险 接着金田一和梅雪来到研究社 电脑显示第七上门的开启者 将成为仪式之忌品 放学后的魔术失流 而其他社员也来了 但是他们是男生打来的电话 说十点钟将会举行死之仪式 突然警卫跑来赶人 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没有看到英树的人 警卫先去巡逻 金田一也跟上 他们从新校舍 看到旧校舍那打不开的生物教室里有灯 不得了的是 看到英树被吊着 还有一个不明人物 金田一他们连忙飞奔过去 由于没有钥匙 好不容易撞开门 里面像没发生过事情一样 但是教室的窗是属于繁琐状态 隔天真的发生了不得了的事 旧校舍生物教室出现了 英树上吊的尸体和地上的蜡烛 这时警部大人坚持向金田一打招呼 他负责这起案子 金田一之前似乎也帮助过他 调查结果推定 英树是在昨晚9点到10点死亡的 坚持召集大家接受调查 金田一拿着校舍的蓝图 解释他和警卫当时的位置 当他们看到死之一事 便马上冲过去 这期间只有几秒是看不到物理教室的 但是撞开门 看里面一切都消失了 由于窗口都是里面上锁的 代表凶手在短短几秒的时间收拾好 从那扇门离开 这时的得偿显得非常害怕 这里曾经有个叫卫门的老师 有一次被同学看到在举行奇怪的仪式 在墙上写下 我将永远住在这个校舍后便离开了 同学们听了都很害怕 坚持叫他们冷静 询问他们当时都在干嘛 真币耍帅质问 坚持是认为凶手就在他们之中吗 这时媒体已经迫不及待要拍下真币的风采 真币推理 他们全部都是在五分钟内抵达 照理根本来不及 而窗口的所有刮痕 代表凶手在他们撞开门前 把一切丢出窗外 然后再从烟囱洞使用绳索一拉 就这样制造了密室 而烟囱洞也真的有痕迹 因此可以断定凶手肯定是外来的人 不过金田一似乎对这个推理保持怀疑 第一会看和软盘不见了 第二凶手貌似是故意留下那么明显的痕迹 过后坚持告诉金田一 十年前也有一位因为调查七大不可思议而失踪的女学生 她叫青山千寻 当时也是神秘现象研究会的会员 夜晚尾上用那片软盘查看线索 只要解开谜团 她就能一举成名 这时放学后的魔术师 拿着用布裹着的锤子敲打尾上的头 隔天尾上的尸体在印刷室被发现 而不知为何手里握着旧校舍物理教室的钥匙 警卫说已经不见很久了 校长有些崩溃 决定停止拆除旧校舍 金田一推断尾上不是死在印刷室的 凶手把尾上搬到印刷室 是为了制造七大不可思议之谜的第二现象 金田一打开电脑发现键盘有血迹 所以当时尾上在这里看软盘的被杀 这时警卫鬼鬼睡睡在门口 被金田一发现后 才把他找到的会刊交给他 会刊里面有失踪的千寻邪的稿 内容大一是他积极调查六大不可思议之谜 后来发现旧校舍的某个地方 曾经是高田制药研究所 会看还有千寻的照片和英树留下的内容 英树写道 千寻的亡灵出现告诉我真相 接着便是一堆暗号 看来是英树想要给金田一解开的暗号 凶手杀了英树也毁掉了软盘 但是没有发现这张纸 金田一致电让剑池调查一下高田制药 美雪把金田一借给她的手帕留在教室了 便回去找 途中遇上真壁 真壁表达了对美雪的爱意 美雪一把推倒她 而英导又貌似喜欢真壁 然后美雪在教室遇害了 金田一等不到美雪便跑去教室找她 发现地上的血迹 连忙寻问左目第三个谜团是什么 左目回答吸血的井 金田一连忙跑到井边 真的发现已经奸奸一息的美雪 连忙紧急送院 经过治疗虽然保住了一条命 但是后脑勺被狠狠地敲了一下 目前还是处于危险状态 然后坚持来到医院向金田一说明调查结果 30年前不动高校就校舍就是高田制邀厂 并且发现深夜在那里遇到案件的人全都失踪了 不过金田一意志消沉 他不想再理这起案子了 他认为美雪变成这样是自己的责任 幸好隔天美雪渡过难关书醒了 美雪内疚没看到凶手 凶手在他要撕掉海报时打晕了他 还劝金田一不要放弃 在新的牺牲者出现前 针纷夺表把凶手抓住 金田一受到鼓舞 又下定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 美雪让金田一帮忙关掉窗帘 因为大楼反射阳光让他很不舒服 金田一突然毛色盾开 他明白了生物教室的手法了 接下来就是解开暗号和处理器的玄机了 毕竟因素和伪伤都是因为这两件事情而死 晚上金田一把大家都召集到新校舍走廊 突然他们看到旧校舍生物教室 有金田一上吊的尸体和魔术师 连忙奔跑过去 一切又像上次一样消失了 一转头看到戴着面具的金田一 原来金田一是在还原案发现场 还说凶手就是他们当中的人 金田一带大家到物理室 照理新校舍是看不到物理室的 但是凶手利用镜子反射物理教室的光景 让大家以为死之已是在生物教室 当大家跑到生物教室时 再怒无其事的出现 大家发现生物教室什么都没有 而离开后 再把尸体掉在由于被撞坏门 而可自由进出的生物教室 然后再假装制造从生物教室离开的线索 直币的推理正好帮凶手制造了不在场证明 而放学后的魔术师就是得偿老师 但是凶手把生物教室的钥匙放在尾上尸体旁 代表凶手明明有钥匙 为什么又要搞这一出 原因是七年没用的钥匙 会因为生锈之类的原因而用不了 果然直币尝试使用钥匙真的转不动 这代表在被撞开之前 教室真的没有被打开 荆田一维尾道出真相 30年前高田药厂为了开展人体实验 而雇佣了6个人 结果全部都死亡了 研究人员把这6具尸体藏了起来 然后再把研究所捐给高校 由于担心会东窗事发 因此安排了其中一名研究员进入高校 然后在藏匿尸体的6处 散播6大不可思议传说 为的就是不让学生靠近 而第七个怪谈则是在青山千寻查明真相后才出现的 德场老师也把他杀了 在散播第七个怪谈 因素被杀也同样是查明的真相 死之前留给金田一的暗号 只要使用处理器的罗马字母重新输入 便可以破解 一试便是墙壁里藏有尸体 而在直壁海报后面的便是青山千寻的尸体 德场老师也终于承认 他当初被社长派来看守尸体 以及杀的那些学生就是不希望事情被揭发 所谓激动的刺杀德场 原来他就是青山的爸爸 就这样放学后的魔术师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而七大不可思议三的暗就这样落幕了 想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